Gaub By ischen 記得你好 我來報到 好 先把我卡給我一下 先生請問妳叫什麼的名字 葉欣松 葉先生 請問下妳的出生年月日 民國72年8月23日 好 那我們裡面請喔 好 謝謝 請問名叫什麼名字 葉青松 今天來最主要是哪裡不舒服 右膝蓋這邊就是吃完藥啊 然後還有復健 可是還是很痛 效果沒有說很好 那根據我們的臨床的經驗來看 像你這種如果經過保守治療沒有效 我們最好的建議會建議你 接受關節徑的手術治療 這樣的話可能對你的整個病程會比較有幫助 那除了做關節徑治療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一般來講像這種如果你氣概疼痛 剛開始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保守治療 像比如說藥物復健等等的 如果說你這一個保守治療都沒有效的時候 到最後我們會這樣做建議 因為這個關節徑手術的治療 它利用一個小小的傷口 可以讓你得到一個診斷 最重要的是治療 譬如說你的半月板我們發現你半月板有問題的時候 或軟骨有問題 那我們做關節徑手術可以給你得到一個 修補縫合的治療 那這樣的話對你整個情形這樣是最好 這是我們的建議 那當然你可以再尋求第二個醫師的意見 或者你可以跟家人來做一個詳細的商量 或者是思考 這是我們給你的建議 那會不會對你不好意思 不會 因為一般來講 像如果說 有的患者他需要第二個醫師的意見跟參考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多問其他人的意見 那這樣的話對你來講 當然患者有全力選擇 他最好的治療 是這樣的 那需要麻醉嗎 需要喔 像這種因為屬於關節齁 直接做到骨頭跟軟骨 這個局部麻醉是做不到的 這個大概最少要使用半身麻醉 這樣對你來講可能是最安全而且是最好的 那需要住院嗎 住院要喔 這個是需要住院大概兩天到三天 因為麻醉如果還沒有完全退掉的時候 馬上讓你回家這是有危險的 而且這樣整個的 對你整個恢復的話 整個情形大概會最穩定 對你來講是會最好的 好 張主決定就是開刀做資料 好 OK 如果你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做安排手術的話 那沒關係我們會來安排時間 那關於麻醉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請我們的護士小姐 跟你介紹說到哪邊去做會診 因為我們會直接會診我們的麻醉科專科醫師 然後給你做訴前的解答 或者是訴前的仿視看你的情況 看你的情形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好好的詳細跟你解釋跟說明 葉先生這是健保卡 那待會呢 要麻煩你先到二樓 我們二樓的麻醉門診 去做一下訴前訪查 那醫師會告訴你 有關於麻醉的相關訊息 那這一份單子是住院的時候 要請你拿去住院服務中心報到的 那如果說要當天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撥打自治電話 跟我們聯絡 那這是要單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邊請 好謝謝 小姐你好 我來做麻醉諮詢 請問叫什麼名字 葉青松 健保卡有帶來嗎 有 請問你的出生年月日 72年8月23日 好請進 好謝謝 謝謝